彰化建成300 即将迎来彰化第一间百货公司 象征彰化进入新世代 今日点交完成 彰化将有第一间百货公司了 县府委托彰化市公所 代办彰化市第二停车厂BOT案 31日正式交付土地给投资厂商 一张股份有限公司 进入实质开发阶段 预计于114年完工 我们中法官第一间百货公司 又进一步 今天是做投资的这个点交 那现在正式的部份 是在我们公所 在做这个投资的审查 那专家因为有一间意见 改善了以后 输入会来到管政府来申请建设 建设的这个部份管政府 集团专业 用最快的速度来做相关的審查 让我们中法官第一间百货公司 可以尽早来当头 让我们的乡亲 可以有机会尽早来 这个社会买的东西 看电影 那除此之外 那还可以有停车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配套 那我们的中油另外 在八月催青 也这个让我们的青龙 能够有一个这个 在中油展示的一个机会 而且它的中油APP 也有卖我们彰化优先的一个东西 另外九月份县政府还会跟他做金品相关的MOU的一个配置 就是希望说带动我们彰化线 让我们的精品能够呢 透过各方的加持 把彰化好的东西继续行销出去 这是全国公所唯一一个BOT招商成功的案例 早在今年我的年终 我们跟县长跟业者已经签约了 今天是旅行合约书的第一个步骤 将土地移交给中油百货 让他们去申请建造 我想中油百货的投资 将是彰化市迈入现代化城市的第一个起步 原本的合约招标的文件 它是承诺要投资25亿 后来他们的营运报告书 是要投资43亿 要盖25承诺 这对彰化整体的发展将有巨大的影响 中油百货彰化馆预计投资43亿元 采百货公司与立体停车场共购 包括大型商场、购物、美食及电影院的饗宴 提供全方位服务 各类运聚友善停车环境 满足百货商城停车需求 也可以解决临近区域停车不足问题 对彰化整体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导 对彰化整体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对彰化整体发展有很大的帮助